最后的一个飞跃跳台 这波如果说海神拿到第一名的话 那就太赚了 后面还有人点了复位 这里合包开了一个ECU 落地之后往下手 我们飞跃过来之后角度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最后完游海速度还是快一点 但是还是游海拿下了比赛 胜利1分11秒09 全面飞跃 三分手挤在一起 游海上来了 跟得太近了 再过来之后再去找路线 这里会有人被挤到吗 有 有一个是紫墨 点了复位过来之后 现在绝别 而紫聪的路线不是很好 游海见缝插针 是的 暂时来到第一 想要去弹射 但是卡在了紫聪身后 现在让游海来到地名的优势 点飘过来之后 看一下最后的第二名会是谁 还是荷包蛋 就先直接反超过来 再来个断空飘 但是游海还是有后追的机会 看落地点 自己的选途 自己能够把握住 把最后一个走 碰了一下 你而且少了个小喷 游海还是可以训练成线 做一个WC打W分 海坦 开始拼极限 这一分他要拿到 这里卡到了 逆星 通过路线优势 抢到第一名 后面的逆星和明明来说 这个名次的冲刺 就比较重要了 看一下最后 这一分三次 游海拿到自己的第四分 双喷 WCW 对但是没有注意到这两个人的ECU啊 会不会有人留到最后 都用了 都用了 游海通过路线优势 站到了前期 是明明这边被顶开 下一个少尾进阶 哇 这不会是选到了子聪的嫉妒图啊 这个走向跟子聪一模一样 云海这边要充现了 一分13秒73 已经跟上来了 但其实局面应该还留了一个的 对 他应该留到后面的城市道 我们延续点刹车 这边方向有点歪啊 两个人 点刹车再点 控一下之后 这就没了 对 要不你留到最后 有吗 没有 那又过了 这里压车非常完美 看落地能不能碰一下 没碰到 子墨也是一样 对 但是在下一个暴力点 云海有卡位优势啊 连续弯道的话 其实云海过得要更好一点 是 这里阶续 暗死刹车 下一个弯道 再来一个进阶 谁个快 云海卡位成功 强了一下 这个男说这里 看凡事 弹过来 开弹器 然后捧个ECO 觉得ECO开得更好 小玉这边留了个弹 留个小分远续 还好 并没有说 撞到 弹子双杀 没问题 而目前的这个距离 对于云海和小玉来说 出弯非常重要 因为不要给对手 留有太多机会进行对抗 再看一下 还剩下后半段的一个距离 最后的冲线时间 是1分16秒28 因为这里选择了卡了一下 去再三 哦 这里双杀过来之后 这个路线 有点好 很啊 有意思 然后这边 没有选择到断空标了 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时间 1分33秒07 时间点 30 对吧 小玉太远了呀 小玉太远了呀 尤其是当拉开这个距离的情况下 在后追位的那个人车速有点不受控制了一下 是的 最后的重现将会让云海进入到赏金赛总决赛 恭喜云海 有件选手 在这一场总决赛当中还在拼命的在做几线 哎呦我宁心 但前面宁心失误了应该是磕了左强再中右强 这个角度太能看得出来应该也是拖飘的问题 路线把握住 节奏稍慢一些 一个点票以后看一下成绩 1分13秒13 容易被带到路线的 但是险些 哦一个内线 宁心拖飘了 云海直接反超 对 再下一个飘飞点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嗯这个时候地向又靠了 你用拖了一下 打滑了 嗯 再来一个暴地 在这个距离还是有机会 对 这里要注意位置 此时能拉过来 是的 但这张图是特别容易被带到路线的 对 所以说现在对于Q进行星来说是比较危险的 是后之位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位置 小盆没了 卡掉了小盆 这里点标一下上去 对 那可以让我们恭喜云海拿到自己的第二分 是的 只剩下最后的几个连环的断层点 而这个断层点 正常来说想要反超是男上加男 而且两个人E4U都用完了 对 这个距离要看一下落实处有没有就会卡下位置 用空门落地盘再结加CWW 只剩下一个淡机延续 又是他 RGM云海 重新 重新 不断的进步 对 其实这场比赛没有我们想当中打的那么的激烈 对 但是仿佛这优势云海比较和正常的一场比赛的结果 没错 彭北海 凤桥阳 右斜输箭 陆茫茫 陆茫 斩六将 战神云海 加冕陈王 彭西属于你的赏金奖杯 再次恭喜RGM云海 在个人赛上 他还是那个顶点 他还是巅峰 近半年来 我们知道是第三次 出面交锋 是的 接下来我们把画面交给现场 好的 那让我们再次恭喜RGM云海成为2021年QQ飞车手游赏金车神 来 恭喜云海 有几个问题想问到你 其实在刚才看到那么精巧比赛的时候 我内心是非常激动的 那么想问你 现在赢下冠军之后是怎样的一个心情 挺开心的 挺开心的 其实我觉得我刚才这个问题在每一次的决赛上都会有主持人问到云海 那么我想问一个不一样的 就是当你一路过关斩将 你一次又一次的将你的对手斩于马下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随缘 随缘吧 有没有想过真的可能会经历失败 输就输了 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无所谓 甚至说无所畏惧的一种心态 才是强者所真正该有 才是有一个大心脏的云海所干要的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赏金赛其实整个赛程是非常快的 那你觉得这一切的发生对于你个人而言 是非常快速还是过于漫长的 还是挺快速的吧 就一眨眼就过去了 是的 其实这几天比赛确实从我们的定级赛到小组赛 再到今天的决赛 发生的确实非常的快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其实车神赏金赛 是我们今年的最后的一个赛事了 作为20年的最后一个赛事了 那么回看自己过去的这一年 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来概括一下 你会用什么 用一个词或一句话 就还是有点遗憾吧 遗憾 在夺得了无数的个人荣誉之后 最后因为还给到我们一个词是遗憾 为什么呢 因为联赛没有拿冠军 所以说在你心里 其实团队的荣誉 要比个人的荣誉更加重要是吗 对 那也期待着在2021年 云海以及RNGM 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更精彩的比赛 好吗 好的那也是让我们再一次感谢 RNGM云海同时恭喜他 夺得了车神赏金赛的冠军 至此QQ feature手游车神赏金赛就圆满结束了 赶紧延续 又是他 RNGM云海 兄弟重现 让我们恭喜RNGM云海 获得了2021年QQ feature手游车神赏金赛的总冠军 RNGM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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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